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让时间治愈一切》 这本书的主题是一种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它的英文简称是PTSD 为了方便,下面我们就统一用PTSD来指代创伤后应激障碍 如果你常看美剧,对这个词应该不陌生 剧中经常有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美国大兵因为目睹战场的残酷 得了PTSD,无法回归从前正常的生活,甚至因此产生了种种心理异常 事实上,PTSD离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那么远 人在生活中都免不了受到大大小小的创伤 这些创伤事件,小到被当众批评和侮辱,大到天灾人祸 比如车祸、火灾和地震,甚至亲眼目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惨祸 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让人受到伤害 有些伤害总也无法摆脱,就会让人出现精神障碍 这就是PTSD 比如2018年9月,社交网站脸书就被一名内容审核员起诉 这个内容审核员的工作就是删除仇恨言论 以及暴力色情照片的违规内容 他表示,自己不断接触这些令人不安的照片,得了PTSD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让时间治愈一切》 就提供了一种治疗PTSD的新疗法,叫《时间观疗法》 这种疗法以时间入手,通过改变患者对于时间的看法 构建新的时间观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这本书是由菲利普·金巴多和索德夫妇合作写成的 金巴多是时间观疗法的创立者 也是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 除了今天介绍的这本《让时间治愈一切》 他还写过很多本畅销书 其中《心理学与生活》和金巴多普通心理学 更是作为教材被哈佛大学等近300所国际知名大学采用 同时,金巴多还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发起者 另两位作者索德夫妇则是时间观疗法的实践者 丈夫叫理查德,妻子叫罗斯玛利 他们是夏威夷毛伊斯岛上的两名心理医生 专攻PTSD,主要的治疗对象是战后退伍军人 这些人多年来受到PTSD的煎熬 有些患者从二战后到现在患病时间超过了70年 因为机缘巧合,索德夫妇了解到金巴多创立的时间观疗法 并把这个疗法运用到自己的治疗对象身上 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效果 今天我主要从三个问题入手为你讲述这本书 第一,什么是PTSD,它有哪些典型症状 第二,什么是金巴多时间观 第三,如何运用金巴多时间观疗法治疗PTSD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PTSD PTSD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指的是在遭遇一呼寻常的威胁或灾难后 一种持续的精神障碍 这种精神障碍有一定的潜伏期 它不会在经历创伤后立即出现 而是在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之后 一些症状慢慢浮现出来 PTSD有轻重之分 经历过轻微PTSD的人 比如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惊吓 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这类创伤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好转 但如果经历的创伤比较严重 比如战争、强暴、身体伤害等等 这些有关伤害的画面和记忆 就会长期留存在受害者的头脑中 并有加深的可能 受害者受创伤记忆的影响封闭自己 不愿意和人交流 不愿意谈起任何跟创伤有关的事情 甚至对于受害人来说 一些原本非常简单的工作 现在完成起来也非常困难 严重的PTSD通常还伴有抑郁、焦虑等并发症 这种时候就需要考虑心理治疗 PTSD的症状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症状是创伤性再体验 这种症状指的是经历过创伤的人 会在脑中一次次回到创伤发生时的现场 像播放幻灯片一样 把事件发生的细节和原委在头脑中播放出来 并且日常生活中 只要有一点点线索出现 就会让患者重新回忆起创伤性事件 比如在车祸中失去丈夫的妻子 只要看到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 就会本能地想要跑得远远的 同时失去丈夫时的画面 丈夫求助时无助的表情和沾满血的身体 都会再次出现在妻子的头脑中 让她再次体验到那种绝望和悲伤 有的患者还常常会出现睡眠问题 因此他们会常常做噩梦 并在噩梦中惊醒 第二个症状是回避和麻木 有这类症状的患者会选择 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 也会拒绝参加有关的活动 比如经历过地震的患者 会回避所有跟地震有关的画面 哪怕是电视上播放有关地震的节目 他也会迅速换台或者转身离开 另外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 不能回忆起和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当你问他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他会回答脑袋一片空白或者已经忘记了 第三个症状是警觉性增高 这种症状的患者通常表现为过度警觉和敏感 他们经历很难集中 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暴怒 并且很容易处在一种焦虑情绪中 比如有些人原本脾气很温和 但是经历过创伤以后会变得特别容易发火 骂人 一点点小事就怒不可遏 有些老兵看到舞台上制造效果所用的烟雾 都会想到战争场面迅速做出战备反应 并且再次体验到和在前线一样的恐惧 还有一些老兵因为战场上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 回到正常生活中 别人轻轻碰他们一下 都会让他们非常警惕 迅速进入到格斗准备中 甚至直接出手伤了对方 别人可能对这种变化感到莫名其妙 而实际上这些人已经患上了PTSD 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简单了解了PTSD的基本知识 PTSD旨在遭遇异乎寻常的威胁或灾难后 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PTSD会有三类症状 分别是创伤性再体验症状 回避和麻木类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为你介绍一下金巴多的时间观 金巴多时间观简单来说就是看待时间的方式 金巴多发现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时间这个资源 但是我们看待它的方式却又可能完全不同 而这些方式又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决策 他先把时间划分为三个大的时间带 分别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在此基础上 根据人们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 又形成了六种不同的时间观 这六种时间观分别是 过去积极时间观 过去消极时间观 现在享乐时间观 现在宿命时间观 未来导向时间观和超越未来时间观 不同的时间观会影响人们看待生活和对未来做出决策的方式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六种不同的时间观 第一种是过去积极时间观 持有过去积极时间观的人 他们的目光习惯于聚焦在曾经美好的日子 这种人会比较喜欢保存相册 纪念品这些东西 好帮助追忆曾经美好岁月的东西 他们也对庆祝中秋节 春节这些传统节日 有很高的热情 持有过去积极时间观的人 会从过去的生活中提取积极的经验 来指导自己未来的决策 比如马上要进行一次很重要的面试了 他会更倾向于告诉自己 我上一份工作面试就挺成功的 这次也一定会成功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过失败的经历 只是他们倾向于记住过去成功的经历 而失败的经历随着时间已经被过滤掉了 与过去积极时间观相对应的是第二种时间观 过去消极时间观 持有过去消极时间观的人 倾向于盯着自己过去做错和做得不好的事情 比如同样是面试 他们哪怕在过去有99次面试成功的经验 只有一次失败的经验 也会倾向于对自己说 我过去有过面试失败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也有可能失败 这种人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 你的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 不管他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不管别人怎么夸他们 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相比于持过去消极时间观的人 持过去积极时间观的人 更加容易快乐健康 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第三种时间观是现在享乐时间观 这类人倾向于活在当下 更乐意寻找现阶段的快乐 新奇和享受 他们的座右铭通常是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或者是抓住今天及时行乐 同样的与现在享乐时间观 相对应的是第四种 现在宿命时间观 持有这种时间观的人 相信人的任何决定 都是命中注定的 命运又是由超能力或者神决定的 所以自己没有必要花时间计划和考虑 选择什么样的行为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他们对待当下的态度是消极的 第五种时间观是未来导向时间观 那些热衷存钱 热衷计划的人 通常都持有未来导向时间观 持有未来导向时间观的人 喜欢把眼光着眼于未来 他们习惯于为未来做各种各样的计划 认为好的生活永远都在未来 这一类人因为对生活的规划是长期的 并且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 所以他们更容易获得成功 但是呢 这也会让他们牺牲很多当下的快乐 比如常常一心赚钱 希望将来能给家人带来好的生活 但眼下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家人 最后一种是超越未来导向的时间观 持这种时间观的人 认为死后才是最好的时代 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为死后做准备 这种时间观通常和宗教信仰有关 比如有些宗教认为 人类真正的幸福是在来世 在来世他们会重新投胎 过上美好的生活 会有机会和已经去世的爱人重新相聚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为了来世 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 还有一些人 他们持有这种时间观 不是因为宗教信仰 而是从后代需求的角度出发 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比如有的印第安人就在法典中规定 做的事情必须考虑到对未来期待人的影响 一些环保主义者 地球保护主义者 就持有超越未来导向时间观 这六种时间观概括了大多数人看待时间的态度 每一个人都会更倾向于其中一种 并且会根据自己的时间观 来决定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 过去导向时间观的人依据过去的经验来做决定 现在导向时间观的人根据当下的快乐做决定 不计成本也不对未来负责 未来导向时间观的人通过对未来进行推理 评估计算得失来做决定 不管你持有哪种时间观都各有好处也有坏处 比如现在导向时间观享受了当下的快感 但很有可能因为目光不够远 应对未来一些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 那么在金巴多看来人们应该怎么办呢 它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平衡的时间观 所谓平衡的时间观指的是 不过分倾向于这六种时间观中的任何一种 而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平衡 在这种平衡的时间观下 人们可以享受当下不会过度受不好的经历的影响 也有精力有意愿为未来做一些规划 那么如何用金巴多时间观来治疗PTSD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对于PTSD的患者来说 他们最常出现的时间观就是过去消极时间观 和现在宿命时间观 在他们的世界里 过去就像一个很大的黑洞 要把他们死死地拉住 现在不过是任由命运安排摆布 没有自己掌控的余地 而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看不到的 所以用时间观疗法治疗PTSD 核心思想就是 把患者的过去消极时间观 和现在宿命时间观 转化为平衡时间观 这个时间观转化的过程 我总结出来主要可以分为四步 这四个步骤分别是尊重创伤 增加过往的美好记忆 培养健康的享乐主义时间观 和规划未来 在这里呢 我借用书中的一个有关性侵的案例 来为你解释这四个步骤 有统计数据显示 在经历过创伤之后 女性形成应激障碍的几率 是男性的两倍多 原因就在于 女性的创伤很多都来自性侵 而性侵比其他事件 更容易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 并且在遭受性侵后 女性更倾向于自我责备 而不是寻求帮助 这里我们要讲的主人公叫伊夫 伊夫是一名33岁的女性 她是军队里的管理人员 有一次下班后 伊夫和同事们到外面的俱乐部喝酒 她的上司请她喝了一杯酒 但是让伊夫没有想到的是 上司在酒里加入了约会迷奸药 在喝完这杯酒之后 上司把她带出俱乐部强暴了她 然后又把她送回了家 这件事情发生后 上司意识到 伊夫并不想跟她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所以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伊夫 让伊夫痛苦不堪 伊夫因此患上了PTSD 她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自己的丈夫 她开始害怕男人 尤其是那些有权势的男人 也害怕和自己的丈夫做爱 最终她实在忍不住 跟丈夫说了强暴的事情 但已经太晚了 强暴这件事情 在她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最终伊夫的丈夫和她离婚了 这之后伊夫的状态变得更差 她变得极度警惕 害怕孤立逃避 诊断结果显示 她有严重的创伤 并伴有严重的抑郁 恐慌和焦虑 按照PTSD的治疗步骤 第一步就是尊重创伤 尊重创伤简单来说 就是不逃避 正是曾经经过的创伤 解开自己的心锁 而正是创伤最主要的方式 就是倾诉创伤 伊夫在治疗过程中 咨询师面前第一次把事情的整个经过讲出来 她还一起那件事之后 上司千方百计让自己难堪 比如她告诉所有人 伊夫工作能力很差 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升职的机会 除了叙述事件本身 她还跟咨询师分享了 在这件事情中 她所有的屈辱 愤怒 以及恐惧 同时她还解释了 自己为什么没有向警方 向亲人报告这件事 这种倾诉帮伊夫卸下了 隐藏在心里的一个非常大的秘密 她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 除了像伊夫一样 找心理咨询师倾诉以外 得了PTSD的人 还可以向自己信任的 亲人或者朋友倾诉 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倾诉 也可以把经历的创伤 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来 这也可以起到正视创伤 消解情绪垃圾的作用 在患者通过倾诉 能够正视自己的创伤之后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增强过往的美好回忆 PTSD的患者处在 过去消极时间观里 过去都是不好的记忆 要把患者的过去消极时间观 转变为过去积极时间观 就要尝试用一些积极记忆 来替换患者的创伤记忆 我们还是用伊夫的例子来说 伊夫非常喜欢自己的猫 他像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猫 同时呢 他的学术成就 别人对他的夸赞 都会让他感觉非常好 伊夫把这些积极事件 在头脑中形成固定的画面 只要创伤记忆一出现在头脑中 就立马用积极画面替换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 金巴多有一个来访者叫詹姆斯 詹姆斯形容自己的生活 就像80张幻灯片 在自己的心理幻灯投影仪上 从前到后不停播放 这些幻灯片都是一些可怕的经历 比如经营失败 遭到拒绝 错失机遇等等 金巴多就建议他 试着给自己多增加40张幻灯片 这40张幻灯片用来放生活中一些积极的事情 比如好朋友的聚会 喜欢的电影 美食和书 以后在詹姆斯的大脑再情不自禁地播放幻灯片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40张幻灯片随机地插入到原先的80张幻灯片里 这样做的好处是 虽然原先那些不好的记忆都还在 但是已经可以得到偶尔的释放了 患者的过去消极时间观会一点点地转向过去积极时间观 经历过前两步 原先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消极记忆开始被一些积极记忆替代 过去消极时间观在慢慢向过去积极时间观转变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第三步 培养健康的享乐主义时间观 享乐主义乍听起来好像给人一种放纵不思进取的感觉 但对于PTSD的患者来说 学会享受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以后 因为停留在过去的伤害中 人处于比较低落的状态 所以很多之前喜欢的活动也都不再做了 并且他们以一种现在宿命时间观来看待眼前的一切 觉得听天由命就好 所以自己放弃了做任何努力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金巴多认为 享受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尽量保持有事可做的状态 选择要做的事情时尽量遵循三个原则 第一 从兴趣出发 如果患者之前喜欢看书 画画 弹琴或者健身 就先试着把这些喜欢的事情重新拾起来 开始着手做一些什么 第二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 如果患者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兴趣 可以安排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扫扫地 给家里养的鱼换换水 出门买买菜之类的 尽量把这些事情列出计划 每天按照计划完成 保证处于一个忙碌的状态 会对走出PTSD大有好处 第三 尽量做一些可以与人互动的事情 PTSD的患者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 常常闭门不出 不喜欢见人 所以要尽量扩大自己的社交环境 一开始可以从跟爱人出门看个电影 吃一餐饭开始 慢慢的就可以安排一些团体的活动 比如读书会 冥想沙龙等等 我们回到依夫的例子 依夫决心参加一个创伤老兵的集会 这对于依夫来说并不容易 我们前面说过 自从被性侵之后 他就非常害怕男人 尽量保持和男性的距离 而参加创伤老兵聚会的都是男人 第一次去聚会时 依夫自己也非常害怕 但是当他发现这个群体中都是创伤老兵时 他觉得找到了某种归属感 这些人虽然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创伤 但是都非常尊重他 也愿意帮助他 依夫慢慢的在这个群体中 交到了可以信赖的男性朋友 他也不再害怕男人了 这大大提高了他的自尊 除此之外 在不参加老兵集会的时候 依夫也会强迫自己走出家门 经常到家附近的书店逛一逛 在书店里 他还结识了一些新的女性朋友 他们会约着一起喝咖啡 做瑜伽 依夫现在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精彩 他开始享受现在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 觉得现在只是过去的翻版 觉得在经历了那么糟糕的事情以后 现在的一切都是命运早已决定好的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依夫觉得自己恢复的不错了 已经可以去工作了 最后 第四步是规划未来 当患者逐渐从过去消极时间观中走出来 能够获得一些行动的能量 在当下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 比如 很多人在患有PTSD之后 就停止了原来的工作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未来的规划 可以先从恢复工作入手 当然 也可以安排对自己来说 更有意义的计划 比如 未来三年内要去哪里旅行 未来两年内要学会一门乐器等等 总之 对未来的规划越具体越有趣 对PTSD的恢复越有帮助 在依夫的案例中 他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当他消除了对男人的恐惧之后 他开始对爱情有所期待 他还想要考取社会工作的执照 今后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 同时 他还想未来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在这样的规划中 依夫能够感受到 未来对于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 金巴多治疗PTSD的这四个步骤 分别从过去 现在和未来入手 让过去的糟糕记忆尽量减少 然后立足当下 规划未来 患有PTSD的人会过多的停留在 过去消极的时间观中 这个步骤可以让他们减少过去的精神垃圾 逐渐获得一个相对平衡的时间观 这也是金巴多时间观疗法的最终目的 到这里 让时间治愈一切这本书 我就为你讲完了 我们认识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也就是PTSD的概念 以及它的典型症状 并且了解了金巴多时间观 以及用时间观疗法治疗PTSD的四个步骤 分别是尊重创伤 增加过往的美好记忆 培养健康的享乐主义时间观 和规划未来 需要提醒的是 我们这里提到的方法 只是一些改善症状的日常小方法 并不能代替心理治疗 如果症状比较严重 还是建议患者 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 好的